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新华社发这种评论 说不要倒逼 不是 是叫怎么倒逼来着 新华社就是倒逼倒逼 发了一个评论 就是说 真相不能光靠倒逼 对对对 对吧 我对你们社学习了很多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 我觉得是上 这两个字读出来挺好 倒逼倒逼 对评论是什么 现在越来越清理 很多真相都是 要靠大家倒逼倒逼 才能倒逼出来 是不是 你还别说 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博鳌论坛 这够高大上 我也经常听到这个字 就这个你说的 倒逼 我听了几场会场 你开始不知道啥意思 不是 我就是关键词就变成 倒逼中国的感觉 就是整个大家都是 无论干什么事情 咱们不是这个文学讲对对子吗 我觉得当前的流行词 倒逼对逆袭 你看就说 发现我们社会情况全是反着的 一个倒逼啊 一个现在的故事 一个倒逼 一个逆袭 上面横批 造反有理 就全是倒着来 反着来 而且就这次就是说 这次这个连这个事情的真相 也面临着一个 到底是警察倒逼这个徐成和呢 还是徐成和倒逼警察呢 反正结果是警察开枪了 这个徐成和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 现在这个事已经全国家喻户晓了吧 所有的人都在说 公安部的都去了 就是就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几个三个监控头的录像 全拿来就看看 但是呢 这个公众要求说是公开 但我不知道啊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 你觉得这种录像 就是公众要求的话 就政府会选择就全面公开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 我觉得这应该是 首先他应该有个法庭 他开庭 如果有提供证据 应该是有 但是他法庭上一般不是不让大家都看吗 对吧 会有一些残酷的一些 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 不是他能不能看 是他等了很久 一直没有公布 连相关的人 他的律师啊 参与这个案件的人都没有看到过 是这个问题 他就是很久都谁都没有看到过 所以大家开始去倒逼吗 然后就 我倒是觉得他进入一个办案程序 未必马上要向公众全部公开 对吧 我觉得可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程序 但问题是谁也没见过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反倒是他们家有个堂弟 还有他妈 好像还有村之书 几个人说公安领着他们去看过 我觉得这个事情里边啊 关系人的这个态度反映 甚至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都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 因为从据说从这个视频里 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个徐纯儒的妈妈 这个徐纯儒的被打死倒地 徐纯儒的妈妈叫全于顺 这全于顺还拿了个棍子 打了他儿子两下 你知道吗 这是有点像农村的那个娘啊 好像就是 我这个儿子有点不像话 你就 我现在对这个事比较清楚了 因为我 我一直在看啊 就是说 有一种说法 有利于警察的 但是警察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 因为开枪没有示警 就这事是吧 就直接开枪了 好 那种就是说 这个徐纯儒呢 他也喝了点酒 然后呢 他拦着不让旅客进站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拦着 然后呢 警察进来 你可以看照片 警察进来 有这么一些 你看 警察当时先把他的两个手 拧住了 控制住他了 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呢 现场的人 是不是现场有手机啊 或者是视频 为什么会去拍这个东西呢 那闹起来了 这还拍得很清楚 闹起来了 闹起来周围人 现在人人都拿着手机啊 你看这是徐纯儒 你看再看下边 徐纯儒是吧 我想起张纯儒 徐纯儒 对不起 对不起 徐纯和 徐纯和啊 这个死者叫徐纯和 你看 这个警察呢 拿着这个齐眉棍 他们叫警棍 再打了这个徐纯和两下 然后呢 这个警看这个截图 徐纯和似乎抓住了这个警棍 是吧 说是最后 他把警棍抢在了手里 然后还打了警察一下 你看 警察踢了一脚 警察也踹了他的一脚 你再看下边 打死了 一枪直穿心脏 那么 就当时说呀 就是这个 控制了他以后 然后那个就让旅客进站 然后他就跟警察冲突 好像骂骂了几句 警察就回值班室 开始拿警棍 这么打 拿警棍这么打呢 这个后来有一段手机拍的视频流出来 从这个手机拍的视频流出来 看呢 这个手机这个视频是不是完整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从这个流出来的视频看呢 这个徐纯和呢 就被打 没见到他打这个警察 他就好像一直在这么打 但是后来呢 抓住了这个棍子 然后这个徐纯和就是 好像就是这个警察拿着警棍的时候 徐纯和拿着他七岁的女儿 扔过去 但后来又说没有人 说其他角度又说没人 说他女儿这么摔过去 然后就顺势抓住了这个棍子 就抢过来 抢过来说是他还打了警察一下 这个时候警察掏枪 就说打了这个警察的持枪的手一下 然后警察 说谁抢到枪就是谁 谁横还是谁什么意思 就是谁抢到就是谁的 这个据警方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 然后呢 这个警察开枪 这个情况啊 似乎还是倾向于警察的 就警察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很多人就说美国警察如何如何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要忘了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美国公民都持枪 他这个危险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说吧 在那种情况下 没有事先这个什么市警 就直接开枪 这算小的瑕疵 如果真的你袭击了警察 甚至要抢枪 对吧 这算小的瑕疵 有错 但这警察也不至于成斗多大的这个罪责 可是呢 如果是另一个种说法就有意思了 说这个徐纯和是多年上访户 上火车站的时候 列车的安检 就不让他上车 于是使得他产生了这些个行为 甚至他说有人给存知书打电话 说他又上访了 然后才有了其后的这个云云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那就会激发暴怒 对 另外一段事情了 而且这就是他们的官场 不是有地震吗 官场的那个官员 被人家取人肉出来好多他的事情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警方的一个什么高官呢 我也不记得好像也出了事情 而且现在是这样 尽管他那个多角度的当现场的那段录像 还没有给公开吗 但有照片还有一些那个流出来的那个视频 我看到那个徐纯和的四个律师已经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就根据这些他们做了一个判断 那当然他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他的这个辩护人了 那么他就认为警方是过度 而且说当时把他手已经绑在后面 说明你可以致富他 就怎么又回去觉得他们 就不是把他手背到后面了 对 你看到那一张 我知道 但是说也没有戴手铐 对 就给背到后面 然后他们还说预期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做一个判断 他们预期那个警察回去拿枪 说他那时候就起了杀机 就这样说 他们是这样判断 所以我觉得不管谁怎么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大家都没有看到充分的证据 现在变成一个舆论 不断的在说 就是因为你没有拿出一个最让人幸福的东西来 所以目前情况还是个倒逼的趋势 他还是在逼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很小心的看这件事情 就是你也不能因为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的事情 就能断定这个事就一定是怎么回事 因为也有一些个角度说明 他实际上 他们家主要是到大连去乞讨 平常多次去乞讨 以前这个乞讨 也是信访局送回来的 就以前比如他到北京去乞讨 如果被人家遣送抓住 他可能就会说 他说是他来上访 但是实际上他是乞讨 也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他们村里的人就说 说他们就是出去要饭 给送回了好几次 他们的村支书村会计 就是说没听说他上访 没听说他要有什么信访要求 他的要求就是 他的孩子进孤儿院 他的老妈进老院 他的老婆是精神病 那么他自己腿好像有伤 那意思也干不了什么重活 如果说他有什么信访要求 这就是他的信访要求 结果人一死 这一枪把他的信访要求全实现了 就是这几个孩子全按他希望的 现在老人这么安排的 我关心的是程序 就是依法治国跟以法治国 这个两个字发音很相似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是以法治国的话 这个法公检法 这个刀把子 是个工具 用来实行这个管制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很习惯的就会把这个事情 看作是一个官民矛盾的一个计划点 我们要好好处理 那么因此呢 这个事情是两边 那么警察呢 我们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警察 都是整体来说 这个公安局是好的 他们就会调查这个事情 有一个好的结果 就算警察错了 他们也会处理 那这样来安抚民众的这个情绪 这是一般惯常的做法 至于那个副县长出来 过早的出来表扬 现在叫躺枪 躺枪这个姿势 用在这个副县长身上是最恰当的 但是真的要是依法治国的话呢 这个事情调查权 就不应该由公安部门来做 因为依法治国的话 这个就是还是 讲到人性恶和人性善 你如果假定警察都是善 他们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的话 那你就交给组织来处理这个事情 但是另外一个思路 他会觉得 你这个警察出了事情 你警方的调查 有可能会维护警察的利益 因此你这个设项的这些材料 不应该由警方垄断来调查 这个你说这个让我想起 就是说那个河北那个聂树斌遗案 现在不就是山东高院在审吗 就是异地 过去一直是交给河北高院 但这个案子当年就是河北高院判的 所以当时这个有一个律师写这个博客 还讽刺呢 就是说说你老交给河北高院在重审这个案子 这就是向这个秦祥连告状 然后呢 这个给包拯告状 包公呢 大笔一挥 说交由陈世美同志办理 就像是这个一样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就是说 如果说他的家人它们的律师认为它们的看法是很严重的 公检法跟警方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要到法院了 就是有 等于是法院 这个就要求法院跟警方 就公检法不能合作得太密 法院是一个独立的 这样来审机构 我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大部分的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就算这个人他试图在袭警 或者他已经在袭警了 你要制止他 那你开枪 你应该打肩打腿 就是说你只要制服他 就是说你只要不让他有能力袭击你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你说的对 但是落实在具体上还有很多情况 比方说警察判断开枪 这实际上跟警察的背景和训练都有关系 对吧 他这个训练 他这个背景 甚至这个背景指的是什么 你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 这个警察的同伴有没有发生过 因为开枪不及时 自己被干掉 如果有这样一个事情 反映在他的大脑当中的反应 就跟没有这样事情的警察就会不一样 而且再有一个是 当然你应该打腿 上次我看到过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警察是明白的 也是拥挤在一起 那是个罪汉 给了这警察一耳光 然后那个警察过去 就在他腿上打了一下 那么但是呢 这种东西吧 就是说他应该 可是比如说如果是在对方手持警棍 而且如果真的就是打了这个警察 甚至打了他持枪 特别是这个警察 就是说判断他要抢我的枪的这种情况下 在离得非常近的距离 我就觉得这个 他打的打心脏打的重 但是呢 你也可以说他准头不行 因为这东西情况下 也许当时的反应 他只够有个开枪的反应 不管怎么样 至少这件事情可以成为警队将来警员 如何用枪的一个活生生的血的教材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将来都很多都会发生 这类事情会越来越多 这个人性难道不应该早就 对 早就有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 那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相 不仅是为了这个死者还个公道 或者是现在平民愤等等 就是警队的运作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份教材 更何况现在事情得到了 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瞩目以后 它会变成了 我就讲依法治国 它会就是要强调这个法治的这个公平性 其实美国最近几件事情 都是因为警察开枪 但是因为他们是 美国最近也有黑人把警察打死的 他们的大多数就是跟种族的问题有关 我去那几天 巴尔提摩啊 宵禁 对 他就是有个年轻人被警察打死了以后 然后就抢啊 烧商店啊 然后就宵禁 然后电视里他们也不回避 然后就采访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有的人就在骂政府 说你不该这样宵禁 你们滚出去 也有的人说 必须要制止这些暴徒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回答的人都有 最后判 他们有很多最后 美国有意思 不管你民众怎么闹 最后的法庭啊 照样判警察 他照样判警察无罪 他照样还还把他释放 明明知道你处理了这个警察 就可以平掉名分 他宁可给这个警察自由 还来对付这个名分 因为他说他要捍卫这个权 当然了 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 他统治阶级 他们关关相互 他维护这个警队的士气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从 我们先不讲底下 我们先讲排面上 我觉得最主要的 在这种时候 我们要检讨的是 公检法合作不能太密切 就是说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看到那个事情以后 特别看到他那个尸体 躺在那个地上啊 等 我就想到有一张 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摄影作品 可能你们看到会 就会想起来 有一个有名的摄影师 叫李 李树斌吧 还是那个李小斌 1977年的时候 他拍过一个上访者 是在那个天安门的 那个人呢 就是穿得很破烂 然后胸前戴了三个 特别大的毛泽东像 那么 而且就是眼神很空洞 那很多人就争议说 他到底是个上访者 还是去要饭的 就看上精神 也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人 那这个摄影作品呢 当时很多的杂志 也就也不敢登 到了80年代 中国整个的改革的风啊 就是那种 整个的社会风向变了 这幅摄影作品 被中国的国家博物馆收藏 而且它的复印版 都卖得很贵了 那就是大家 而且因为这个慢慢 后来大家对于 信访制度这件事情 会去确认它 那我其实 我以前对于咱们这种 这个信访制度 也确实不是很了解 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 国家信访局的网页 它专门有一个网页嘛 而且我看他们也是 不断在跟外国在学习啊 他们有那些 最近啊 他们去英国去考察 去新加坡去考察 还在香港也考察 就香港的申诉专员机制 就他们也发现 确实无论你 那个社会制度是怎么样 你总有在 你正常的法律体系 有人会不满 你无论你的法庭 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断 或者政府的政策 总会有人会不满意 那么你怎么去处理这种 在你这个制度之外 漏网之外的这种怒 或者是愤怒这种你不满意 那么会有专员 就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专员 所以他们有个结论 就是说 你要解决上访的一个办法 就是你要多下访 你要有人专门去查这些事情 那当然了 他最后很多 现在中纪委 不是拍了很多 对就是说 他们也在看 就是说怎么样去比较 各方面这样一个制度 当然他的总结之后 也说到我们就 要有我们的制度自信啊 我们跟他们也不是太一样 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 但这件事情 本身上就是 信访的问题 我有时候觉得 中国这个社会啊 包括这个政府 很复杂 你比方说啊 我原来以为啊 咱们这个政策是要解访的 不要让他们上访 对吧 这是我过去得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还学习了 我才发现在 在最高一级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 还是就讲 不能把上访的对象 当成维稳的对象 就是说国家要保护这个上访 上访 有很多这个好处 一个是什么 帮助政府了解 社情免疫 再有一个就是说 你保证做到几条 就是确有问题的 给人家解决 没有问题的 做好安抚工作 是吧 违法的 那么依法处置 原来他这个 所以你说我这无知的 我才知道国家信访局 没有反对上访 要不然设立信访局干什么 可是 要是我们认为上访 就是反对稳定的话 那么取消就行了 那你就是说 那如果不是来自上头的话 他地方上 为什么会出现解访 因为你这里有人上访了 这件事情在上面留了档案了 我这个地方就是出现问题了 我的政绩出了问题 是他们自个决定解访的 对 不仅如此 那他解访的经费是哪来的 就好像你一个班里的同学 有意见了 你到校长这里去告状 我班主任不就着急了吗 那我就要把这个 要去校长那里告状的学生 先就把他安抚下来 还有一个他分的很细 他分一个叫做正常上访 和非正常上访 所谓正常上访呢 就是你要走程序 你这个一级一级去访 非正常上访呢 就是你就自己去了天安门了 你就去哪了 去知识了 他们这种叫非正常上访 那么如果你这个县里 或者什么地方 有人去搞非正常上访 那你这个事就 张艺谋拍的最好的一个电影 就是秋菊打官司 就是讲的就是上访嘛 对不对 你看我看他们这个 照他们这个村 这个村之书说的 就像有一次 他们就是到那个 国家信访局门口要饭去了 然后最后呢 国家信访局的一个处长 给他们打电话 就直接打到他们那 甚至还挺生气 就说这个问题 你怎么怎么解决啊 对吧 那就是因为啊 我就所以我说 你必须看这个问题要小心 就是也有可能 这个徐纯和 就是要饭 徐纯和 他是呢 乞讨要饭 然后呢 如果被人遣送 他就说 我是来上访 因为呢 你要解决你们家这个问题 你也有有一定的条件 所以尽管是国家信访局的处长 就说了 最后回到村里啊 村里 就觉得他不符合这个条件 村里也解决不了 因为这个村也很困难 说这个村啊 给他们家找房子住 还是怎么着 都花了三万多块钱了 就是也给 但是好像也解决不了 他要的这个问题 而且也有些人在问 就说他为什么 就是就是不干活呢 你知道这个徐纯和 我看据他妈说啊 就还是他的亲戚说啊 实际上啊 东北那边也有这么一种 村里有这么一种男的 就是 他靠老娘出去 带着孩子出去要饭啊 他就吃喝这个 你知道吗 他也不 好像也不太爱干活 就是 他娘出去讨了饭 讨了钱 他自己有点钱呢 他可能两三天就花了 喝酒啊 是吧 然后剩下的呢 他老娘出去要饭 要点钱 他还给他老娘要 他就指这个为生 这不是不肯定是事实 但这也不能不考虑到 也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这算是新闻报道的 延伸报道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徐春河的亲戚反应 就是说徐春河这个人平常懦弱 说都想不到 说他从来没跟人这么打过 他哪敢呢 怎么这次敢跟警察冲突 反正 喝醉酒吧 说是开始警察拿警棍打他的时候 他就是砸一个火车站的一个什么售卖机 泻笨 咚咚咚 就好像还没跟进 他是不是后来他也急了 我怎么觉得听你 还有你刚才猜想的一些 我觉得就是你除了倒逼中国之外 还有个关键词 就是猜想 猜想 都是猜想 猜想东北人怎么样 猜想他有没有喝酒 猜想什么 我在想 如果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为什么媒体 我觉得对他们家挖掘的信息都不太多 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不是让 因为你可能进入一个什么司法程序 怎么样 没有看到太多确凿的信息 而且我觉得这没关系 我自己觉得 这个事情他是上访 和他是去讨犯 跟他被打死 这个事情没关系 我们应该就是论事的看 他跟警察冲突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警察用武力过当 这个才是整个事情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这些监控的东西 全在警方 他不公布 然后马上副县长又出来表扬 说他们是英雄 事情还没有调查 你这个副县长就出来表扬 难怪现在查的 他们说这清安 现在搞的清安各级官员都坐立不安 因为这个整个县里的 他有多少官 你经得起人肉 这个全国聚焦上去 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讲 有可能他那个县 不止这一个副县长 对 学历是假的 是吧 这样一个 那反正现在我党的政策是 人肉出一个半一个 对吧 你这玩意儿 吓得人人自卫啊 有几个官员 不是 咱不说了 咱不要说官员了 我 学老师 我就说有几个教授 你那履历论文都是真的 你这是个国情 大部分是真的 是吧 这是个国情 但是税单是不是完整的 那就不一定了 老婆是不是工作 证件 现在的人抖出来说 完全百分之一百 经得起考验的 不多吗 不多 所以徐老师 我觉得您刚才说 他讨犯这件事情 或者是上网 跟他被打死 没关系 就事论事实 没关系 但反过来说 他又有关系 从名义上 对 还有就是说 他们怎么判断 他这个人 为什么当时能够开枪 或者怎么样阻拦他 对吧 还是跟他们判断 这个人到底要干嘛 对他自己的利益的威胁 或者怎么样也好 他这个东西还是 现在关键是 视频里看到的第一个动作 是这个徐纯和 拦着不让旅客上车 但是问题是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发生了什么 发生什么 是不是有人拦着 不让他上车 有没有 还是说他莫名其妙的 就 那么他为什么要拦着 旅客上车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跟他妈说 有人跟咱们村支书打电话了 但是这个村支书 从没有人跟我打电话 说他上访去了 没有人 那么这又该 这是主要的意义